下班了 下班了 回家吃饭饭 下班了 下班了 回家吃串串 刚刚好想看这个东西 到位机去看看呀 我只好大条谁把老子的方向把拆开拖了 我的鸟也不知不觉你起来了 这是啥子谁哟 这个音是我配的啊 你们觉得这是什么蛇呢 我估计有不少人说这是五步蛇 确实前面看起来有点尖 身材也很胖 咱们放大一下 可以看到这条蛇并没有五步蛇那种三角斑纹 而是比较乱的花纹 再结合这体型 可以肯定这是一条缅甸蟒 我发现好多人开车时都能遇到缅甸蟒 这是猪尾里脚葵 是一种分布于伊朗的剧毒蛇 这种蛇的尾部鳞片形式蜘蛛 摆弄起来就像活蜘蛛一样 身体的颜色也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难以察觉 在尾部蜘蛛的勾引下 猎物进入陷阱 原本以为自己是螳螂捕蝉 谁知这个蝉是黄雀变的 当他反应过来时 已经为时已晚 成了猪尾里脚葵的盘中餐 我愿称之为李太大师 这是一条西部猪鼻手 正在表演装死 说起来人工繁月的猪鼻手 会装死的个体并不多 可能是因为人工环境下吃得太好了 逐渐忘记了装死这个看家本领 你看这小圆点肥的 来捏一下 哎哟还不让捏 这是圆毛头腹 中国十大毒蛇之一 非常常见的一种毒蛇 在国内 还有一种毒蛇跟它长得很像 狡花灵蛇 你们看 是不是长得差异不毒 但它俩的毒性差别是很大的 狡花灵蛇是一种微毒蛇 咬人一般问题不大 我以前也被咬够 感觉就比普通的无毒蛇咬伤严重一点点 但不如成体王景蛇的存物理伤害 而圆毛头腹就不一样了 它是可以致命的剧毒蛇 早期在中国台湾 圆毛头腹就创下了最多的杀人记录 力压银环蛇 现在可能不如银环蛇了 但也足以证明它的实力 所以这两种蛇我们是一定不能搞混的 那该怎么区分呢 第一个是看头 圆毛头腹的头是典型的三角形 而狡花灵蛇其实有点土 当它受到威胁时才会把头鼓成这种三角形 第二个是看眼睛 灵蛇鼠在英文署名里有这个猫眼蛇的叫法 就是因为它的眼睛很大 像猫眼睛一样 你看这个狡花灵蛇 它的眼睛是不是又大又圆 这也是一个区分的点 第三个是看斑纹 圆毛头腹身上的两排斑纹是上下对齐的 而狡花灵蛇刚好是错开的 看到没有 是不是很简单 斩下吃能不能争点阳间音乐 这条蛇看起来很像眼镜蛇啊 但其实这是一条无毒的横纹邪灵蛇 这种蛇算是邪灵蛇术里最容易鉴别的了 它的身上占有一道道的横纹 头背部的花纹形似一个向上的箭头 当它把脖子扁起来时 这个箭头起到了非常好的威吓作用 还挺吓人的 呦这营销好厉害呀 居然连满山烙铁头改名满山圆毛头腹了都知道 哇不错啊 一张图都没配错 就是有一点要提一下 银环蛇现在已经第六了 注意啊 这里它说的是能在30到60分钟杀死一个人 黑猫吧确实有这个能力 所以它这样说是没毛病的 四虎蛇致死量高达60%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用百分之多少形容致死量的 三太潘蛇 被称为凶蛇的它 会看着被咬的猎物死去 这张图是内陆太潘蛇 也很强了 这营销号真的 比其他营销号强多了 啊 沟比海蛇 海洋第二毒的蛇 果然海蛇是重载区啊 这图是灰蓝扁为海蛇 终究摆脱不了背锅的命运 因内陆太潘蛇 世界上最恶毒的蛇 这图是海岸太潘蛇 我以前讲过 海岸太潘蛇的头前面是白的 内陆太潘蛇是黑的 啊 十张图里用对了七张 对于营销号来说已经非常不错了 哇 真的有这么丝滑吗 看来这陆修的还挺平的嘛 直接滑下来了 刚好这条手的名字也叫滑鼠手 看他玩得还挺开心的 我表示很欣慰 不知道为啥这段阴霉路上 这是恒文环游蛇 以前叫恒文后林蛇 是后林蛇属的 2019年又被分到了环游蛇属下 我们平常说的滑游蛇 也在这个时候被分到了环游蛇属 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叫他们滑游蛇啊 但其实他们是环游蛇属的 大家要注意啊 其中有一种滑游蛇跟他长得很像 云南滑游蛇也是一身的环纹 但云南滑游蛇的环纹 没有恒文环游蛇的规整 且头部是没有纹路的 光头一个 像我这种强迫症看的是真受不了 相比之下恒文环游蛇看起来顺眼多了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说的就是平头哥 秘 欢 哎哟 这不是王哥吗 几天不见换业务了 开始做秘欢了 看看他矫健的身姿 轻轻松松就杀掉了眼镜蛇 简直太厉害了 而且 连大名鼎鼎的加鹏思魁蛇 这是古副思魁 也不是蜜欢的对手 蜜欢被咬了也只是睡一觉就好了 睡醒继续干饭 简直是个吃货 关于这个抗度的内容我们后面再讲 那么问题来了 蜜欢和眼镜王蛇谁更厉害呢 这图是眼镜蛇不是眼镜王蛇 我们先来看看双方的配置 蜜欢体长一米上下 一米上的蜜欢已经是比较大的个体了 而眼镜王蛇可以长到六米 眼镜王蛇目前的保守看法是可以长到五米以上 一般四米就是很大的了 六米就别想了 体型上眼镜王蛇胜出 蜜欢对蛇毒抗性特别好 被咬睡一觉就好了 而眼镜王蛇被毒性不太强的银环蛇吃过 好家伙 银环蛇毒性不太强 我亚洲二哥银环蛇有被冒犯到 所以蜜欢和眼镜王蛇打起来 大概率是这样的 蜜欢咬住眼镜王蛇身体 被反咬一口 然后咬断眼镜王蛇身体 毒液发挥作用 蜜欢晕倒 醒来后享用大餐 看不出来呀 王哥还挺会斗兽的嘛 视频制作不易 喜欢我的鸡的 别关注他了 来关注我吧 六纪录来看 他可以扛古富斯葵 黄金眼镜手 以及黑曼八等 古富斯葵毒液中主要含有血熏毒和细胞毒 可能是蜜欢血液中存在能够综合血熏毒细胞毒的抗毒因子 但目前作用机制并不明确 而黄金眼镜手 毒液中主要的杀手锏是α神经毒 α神经毒可以竞争性地与烟碱形乙鲜胆碱受体结合 阻断神经冲动的传导 从而导致呼吸机麻痹 蜜欢抵抗α神经毒的秘诀就在这个受体上 这是蜜欢的烟碱形乙鲜胆碱受体配体结合域的氨基酸序列 在第187位突变出了带阵电荷的金氨酸 这种突变产生的空间位主 使得α神经毒无法与受体结合 说白了就是 我不让你跟我受体结合 那么你的毒素是不是就起不了作用了 但是如果剂量太大 超过了他所能抵抗的上限 α神经毒还是会与受体结合发挥作用 所以抗毒能力并不是无限制的 任何动物都是如此 那么怎么判断蜜欢的抗毒上限呢 我们的猛哥给出了答案 狐猛也是通过受体变异提供空间位主 干扰α神经毒结合的哺乳动物 对狐猛注射蛇毒后 如果出现了严重中毒症状 那么这就是他能扛的上限 前面蜜欢不是古富斯奎的影片中可以看到 蜜欢直接被古富斯奎毒倒了 这就是蜜欢的上限 只要再加一点剂量 他就会被毒死 那么蜜欢对古富斯奎的扛毒上限到底是多少呢 我粗略计算了一下 这条古富斯奎对蜜欢排除的毒液量 绝对不超过100毫克 我们可以认为100毫克古富斯奎毒液就可以毒死蜜欢 考虑到猛哥更擅长扛神经毒 蜜欢可能也是 所以黄金眼睛蛇和黑帮吧对蜜欢的致死量可能在30到40毫克之间 也就是说 蜜欢能扛的剂量大约是人的3到4倍 能毒死人的蛇 只要咬得进去 多排出点毒液就能毒死蜜欢 听懂的掌声 但很奇怪的一点是 自然界很少有蜜欢真的被蛇给毒死的 可能是因为其厚实的皮毛起到了重要的物理防御作用 好了保持经文字心看到谁掉远离 这么良心的硬核内容 还不三年就说不过去了呀 好 好 好